在众人的欢呼下 这只被收医师取名叫西瓜的绿西龟 终于要回到大海里了 我们经过收容四十三年之后 发现它的精神食欲 而且它可以正常下潜密食 然后伤口也都恢复得很好 所以就是我们也达到了野放的标准 这只绿西龟比较特殊 这个是大概金门它 最近几年我们查的记录 我第一只救伤成功的绿西龟 原来它就是上个月十八号 误闯金门新湖渔港咬食垃圾 而被救起的保育类绿西龟 在受医师的悉心照料下 才逐渐恢复健康 加油 加油 它快到海边了 返家这一天上百人护送 你知道绿西龟为什么会 这次会到这边吗 因为它就是受伤了 因为我们一直丢太多垃圾在海里 所以让大家吃到了 让小朋友很深刻体验到 没有的环境污染 因为造成我们这些生物的 一个濒临绝种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除了在自然生态上面 在环保生态上面 这个都对一个小孩子 很好的教育 绿西龟野放后 现场的一百多位师生和民众 也展开进摊 这个绿西龟野放只是一个过程 后面的进摊 才是我们继续想要推动的目标 与目的 透过这种 丽西龟野放的过程 把这个爱惜生命的理念 进而推广到 更尊重所有的动物 众人见识沙滩上 大大小小的垃圾 这里不只是适合游玩的 美丽海滩 更是生物们赖以为生的重要环境 大家新闻这扇美之工李锡威 经文报道